谈点TVB 十大喜剧 第十位 锦绣良缘 锦绣良缘是TVB2001年出品的许剧古装电视剧 本剧讲述大论王月之女顿珠 嫁给成家四少爷程志轩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顿珠是草原上天真鲁莽的大家鲜金 程志轩是中原客戟手里的翩翩君子 两人曾因误会 闹得很不愉快 发誓绝对不会和彼此发生联系 却没想到在新婚典礼上 发现结婚对象就是彼此 曾经发过的事都变成了一个个耳光 啪啪地打在一段新人的脸上 关起冤架变成真爱的剧情 谁能不喜欢呢 第九位 金牌冰人 也叫金牌媚婆 是TVB在2002年播出的古装喜剧爱情剧 冰人是古代媚人的称呼 该剧与唐代为背景 讲述了古代媚人 从撮合天下有情人 到自己收获幸福的故事 喜剧外表下 内核也非常丰富 结婚使门当户队 还是两情相悦比较重要 女人是否只有嫁出去 才能够获得幸福 真的是很值得一看的优秀电视剧 曾经沧海难为水 随却无山不时温 只怕 如今没有这么福气 第八位 古灵惊叹 古灵惊叹是TVB在2008年出品的电视剧 这部剧带有很多西京的设定 惊悲 灵异 搞笑 爱情 最吸引人的 就是主角特朗 因为被雷劈中 意外获得一众通灵感应 能凭借此种神机力量 获获其案 除了这点 子朗和晶晶 这对斗琪原家的爱情线 也非常好看 喜欢探戏剧的朋友 不要错过 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让他做事 哪有人感应得像你这么恶心的 嘴巴这么得得得的 哎呀 晶晶啊 你别这样了 虽然他的面不可憎啊 但是他里边什么都是狼狼吗 第七位 画世代 画世代是TVB在2017年推出的 带有喜剧风格的商场而成续 毕竟播出 做过的当年TVB万千星光最佳剧剧奖项 画世代是TVB台情剧 剧中群星璀璨 主演是镇台之宝 欧阳振华 剑表达人 陈豪 该剧者讲述 一对极度败人师徒 走向决裂 师傅宋仲基 土地射击意外成绩 然后于90后发报 反身体重新回组 宋仲基为恢复昔日光景 审施多事 决定引发一场跨越式 最大的经济风波 第六位 难兄难弟 这个曾经火箭意识的表情包 就出自难兄难弟 这部剧是香港TVB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 拍摄的一套以怀旧为主角电视剧 剧中的四个主角在现实中都有人情 该剧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演细了传奇人物米奇坎坎的一生 其中他和城堡珠两人的爱情也非常动人 主演罗家良更是以此剧 获得1997年提为币最佳男主角 可见这部剧多经典 第五位 最大金枝 你打 你打我 最大金枝是1997年提为币十大收视剧第十位 收获当年31点播放量 该剧只要讲述唐朝刁蛮公主生平和大将郭子怡的私生子郭爱相识相恋 后来突破种种困难白头偕老的故事 生平公主虽然冰雪聪明但是任性刁蛮 不满皇帝给她选举的驸马人选 于是连夜带着天使努力逃跑 后来生平公主以平民的身份来到了长乐坊 与故居小绝郭爱不少的相识 两看两心念的二人 在经历重途波折后终于破镜成员 第四位 苗翠花 苗翠花是1997年提为币十大收视剧第九位 收获当年32点播放量 该剧讲述了民间侠底苗翠花和爱公富商邦德相爱 苗翠花为人号打保护屏 可惜归冲动 长城闯祸 后来一位武商逃度至此 只好嫁给当地富商邦德桑死一态 以躲避杀身之祸 来 废龙 赶快点 这位 她呢 我的 子女 爱 欢喜烟假自此朝夕相处 闹出无数小话 第三位 我的野蛮奶奶 我的野蛮奶奶也叫我的野蛮婆婆 是TVB在2005年播出的一个清风戏剧 该去享受了一个野蛮可恶 为了儿子 抢抢了皇帝的秀女子欺负 却不了忠服 为女们一个山寨王的女人换掉 一个是挑剔雕板的婆婆 一个是鲁莽天天的儿媳 两人在家中 争奉相对一寸步无让 闹出不少珀奇纠纷的趣事 第二位 男女女爱 是TWB在2001年献所的时装起剧 整整100支的剧情 作为鸟沙网单大部分的剧情 在当年 我们的女人在2005年 男性恋爱讲述的本来是男人北极的两个人 阴差阳错地走在一起 女主毛小慧是经典都市女精英 她美丽聪明 姿势身高 年约密集 但更善于人 而感情上却是一片后白 男主娱乐天是她的助理 性格和毛小慧男人美折 她不休颠覆 还不讲回声 做事无碍场理 还经常和毛小慧对一着干 两人在老本的奖和家 只能不心不愿地暂时合作 天差地别的两个人 在相处的过程中 引发了一段段 同学幽默 轻松爆笑的故事 第一位 绝大欢喜 绝大欢喜是TVB在2001年 出品的古装纪念剧 该剧一共322集 是一部超级长剧 该剧掌声了一个大家族中 发生的故事 在这个家族中 有低调爽朗 满身侠迹的老板娘 有目光短浅 意气用事的舅舅 有聪明机智 刚正不恶的大哥 有微微诺诺 娇声惯养 而又心地善良的公主 还有出身贫贱 却又不须不恼的石姑娘 满分的演员 满分的编剧 搞笑的剧情 让很多人都说 如果你有烦恼 不妨看看 会让你烦恼消失 开心重回 如果你没有烦恼 也不妨看看 你会更加开心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评论 关注三连哦